超級可愛的 一定要帶大家來 這裡真的很酷 很歐式耶 列車名辦 這是二號月台喔 來這邊二號月台在那邊 這些都是平常在鐵道旁 TOKO MA G 國定古蹟之一 旺旺 你不過它好軟喔 好好喝喔 好吃喔 現在只要1500元起 這個房間 陸天堂PS4跟1R 大家好 我是滴滴 今天這一支影片呢 是收到路徑行旅的合作邀約 要來跟大家分享他們的主題房型 因為路徑行旅它在北車這邊嘛 我想說既然都要來住一個晚上 就來跟大家分享北車這附近的景點還有美食 那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也想知道 今天要帶人去北車的哪一些地方就繼續 看下去吧 第一站我們要來的是國立台灣博物館鐵道部 買好了它的全票是100塊 你看它的卡超級可愛的 來 挑一張你喜歡的 決定啊 謝謝 這裡啊原本是日式時期的鐵道部 然後戰後呢變成台鐵的營運總部 在2007年被指定為國定補機 由台博物館修復再利用啊 才有現在的台灣博物館鐵道部 那其實這個景點呢 是在去年2020年的7月7號才正式開放 所以是一個非常新的景點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來過 那時候我查到這個景點 我想說哇靠我一定要帶大家來 這裡真的很酷 如果你是鐵道迷啊 或者是你來台北 不知道要去哪邊的話 都可以來這邊逛逛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東西啊 都是以前鐵道部這邊在修復的時候 留下來的一些資料還有文物 你們看他整個裡面那個歐式建築 這裡整個很歐式耶 接下來的第一展區啊 這邊的房間都是會介紹台灣台鐵的歷史 剛看到這個動力車我就說動力火車 然後他就可以擋了 有有動力火車 哇好酷喔 他上面的這個光啊 就是台灣鐵路的幹線跟支線 大家平常在買車票有發現 不一樣的車種的票是不一樣的顏色嗎 這一支影片在介紹那個 車票的製作過程 一百年那不就是 十年前 這十年前拍的 走走走搭車搭車 搭車搭車 這幾個是列車名板 以前的火車還會把這個名板 掛在火車的頭 這應該是高鐵 你太魯閣 這裡是志祥號 他這裡還有一個模擬以前的 售票處嗎 我還有兩張 兩張 對對對 兩張志祥號 十二點半到高雄的好了 好 志祥號一一吃兩張好不好 哈哈哈哈 給大家看這邊整個的感覺 很好玩耶 白癡 趕快火車要來 趕快 趕快去月台 趕快去月台 這邊是二號月台 來這邊二號月台在那邊 謝謝喔 謝謝 你可能要聽聽看 大家有聽到嗎 他這邊整個模擬那個 在鐵道的情境的聲音 有 對對對這個聲音 我們在等火車 我們在等火車 欸 車來車來 我們現在進來的這一間呢 他叫做八角樓 以前是作為南側來使用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柱子旁邊的這個凹洞 他以前好像就是小便斗 我們現在要上去他的二樓 這些都是平常在鐵道旁邊的一些信號燈 這個就是好像火車到站還是什麼 然後他們操作的那個叮叮叮的機器 因為我覺得他上面的形狀很熟悉 是 有有有信嗎 嗯 我們現在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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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這間房間 完全是到歐洲的感覺 超級美 我剛剛發現天花板上面有一個 笑臉也太可愛了吧 這超酷的 這裡全部都是縮小版的台北 這裡很像那個 之前我去彰化那個扇行車站 大家也記得嗎 這裡就是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中間那邊就是八角樓啊 然後那邊是北門 他這邊還有一區是放那個 台鐵列車裡面的椅子 舒適齁 風險光亮 怎麼說到站 可能三百年後吧 他這邊真的會有一種 好像自己在搭補車的錯覺 對啊 真的會耶 很酷耶 有一個FU齁 哈囉大家我們已經逛完了 我覺得這個地方還蠻好玩的耶 我們在裡面 還不錯啊 爸超久耶 真的逛很久 它裡面其實真的很多 平常你不知道的台鐵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 故事啊 一些小知識 還蠻適合任何族群來逛 帶小孩來也可以啊 或是跟像我們兩個跟朋友來 也是蠻好玩的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是北門 然後也叫做承恩門 然後它是舊台北府保留最好的城門 也是台灣的國定古蹟之一 你們看它這個門非常的斑駁 很有歷史的味道 然後城門啊 然後城門啊 就在我們剛剛去的那個 國立台灣博物館鐵道部的正對面 所以這兩個景點就可以一起走 羊樓在哪裡 羊樓在這邊 我們走這邊 羊樓往前面走 下一個點我們要來的是 府台街羊樓 這個地方啊建立於1910年 是台北舊城區內現存 年代最早的民間建築 然後附近的居民啊 也稱它為九泡廚 在1997年的時候啊 這邊就被列為市民土基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去逛逛 喔那個是麥克風對不對 對麥克風 好可愛的麥克風 謝謝 你有來過這邊嗎 沒有耶第一次來 來 我幫你操作這一個 喔好 你也可以來錄這邊 好喔 這個 它是對這邊的介紹 嗯 它一樓這邊啊 主要是長設展 會介紹 虎台街羊樓的一些歷史 這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北門 我們現在要上去他們的二樓 它現在二樓這邊展的是 以前台北的一些變化 這裡就是以前博外街的樣子 然後現在 是長這樣喔 它上面還有一個三樓 上面就是一個花園嘛 還不錯的是它旁邊有一個這個 塗鴉可以整個看得很清楚 我們逛完福財街羊樓了 我們接下來要去一間咖啡店 其實我們已經到了就是後面這一家 然後這一間下午茶店啊 我有查到他們家的肉桂捲 還有那個 紅巴勒蛋糕很有名 聽說很好吃 所以我們就 進去喝咖啡聊天休息 這間咖啡店啊 它的整個氣氛啊 還有甜點 看起來都還不錯 但是呢 它的低效還蠻高的 一個人是三百塊 比較跟一般的咖啡店不一樣 是低效是飲料 他們是一定要點到三百塊 這邊的話 是二樓 這是我點的紅心巴勒 戚風蛋糕 伯爵奶茶 不過它好軟喔 它好紅心巴勒喔 我覺得它的蛋糕有一點菜甜 吃到後面覺得好膩喔 冬瓜點的那個是早餐捲 然後裡面有包 沙沙醬 雞蛋跟辣椒肉 然後它綠色那一罐是什麼 墨喜哥辣椒 好好吃喔 好吃喔 好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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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我們已經離開咖啡店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我們今天住的路徑行旅 Check in 然後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我們今天住的房型 還有它裡面的一些主題套房 它大廳這邊有很多的零食還有飲料啊 都是可以拿回房間吃的 超級讚 有泡麵有餅乾 飲料水還有茶包 這是我們今天的房卡 我們今天住在907號房 這邊907 手住了 沒有 對 耶 給大家看我們今天住的房間 然後這是凍瓜姐 哈囉大家我已經到房間了 然後今天我們住的這一間房的房型 是啤酒屋 它就是把房間佈置的整個很像酒吧的感覺 然後有飛鏢啊 而且你入住這一間房間 它有免費的附你一手海泥跟啤酒 超級酷 那我現在就直接帶大家來看他們啤酒房的房間 門口一進來正前方 就是電視 然後它有附兩雙紙拖鞋 兩罐水 然後還有這個 茶包 熱水壺 重點是 你只要入住他們的啤酒房 你就有一手海泥跟可以喝 而且是不用錢的喔 它這個已經包在房價裡面了 怎樣你想要表達什麼 我要喝 你喝啊 讚耶 我也不知道這件事耶 喔我沒跟你講齁 你沒跟我說啊 那我直接打開來快喝好不好 喝啊你喝啊 拿啊 你是不是等這一刻等很久 讚啦 中間的話這邊就是一張雙人床 然後床的旁邊就是廁所 它廁所的背瓶有浴帽棉花棒肥皂刮 小胡刀梳子跟兩個牙刷 然後洗手台的下面 這包是 裡面是吹風機 然後浴巾跟毛巾都有 馬桶就是一般的馬桶 再來是淋浴的區塊 它有墨汁乳洗髮乳還有潤髮乳 最酷的是他們的房間居然有 飛鏢機 而且是可以玩的喔 不是擺在那邊好看的喔 我直接來設一鏢看看 欸我超厲害的欸 我直接射到中間了欸 我直接射到中間了欸 為什麼你可以 我不是這樣 唉唷 唉唷 好行耶 這個滿近的欸 為什麼那麼強 欸我就可以練一下欸 你是G98可以恨行 可 我真的走 以上就是這個房間的room 2喔 基本上你入住這間房間 就會有一個你自己專屬的酒吧的感覺 然後我一直以為這間房間會很貴 現在是他們的試營運期間 一間房間只要1500元起 還送你一首啤酒欸 真的超級超值 除了這間啤酒屋啊 他們還另外打造了一個監獄主題的房型 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詢問路徑行旅 除了過夜房型啊 路徑行旅有把部分的房間 改造成可以提供給不同族群的 終點型主題空間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他們打造的這一些房型 現在要帶大家來看這一間是 多功能商務連結會所 他的這個房型啊 有兩個房間加一個陽台 然後是可以八個人使用的一個商務空間 很適合會客接待啊 商務洽談 或者是會議辦公 那我現在就直接帶大家看他們的房型還有陽台 這一間的話就是他們的第一個房間 像這一個區塊啊就很適合會客 他這邊就會有一個小吧台 大家就可以帶自己的酒啊來這邊調 裡面這邊的話就還有一間廁所可以使用 這一間的話就是他們的另外一個房型 這個房間的話就比較有點像是個人的辦公室 然後他旁邊有床 如果說大家辦公辦得很累啊 床也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這一間房間一樣是有廁所的 接下來是陽台的部分 大家看到的這邊就是他的戶外陽台區 然後那邊就是隔壁我剛剛介紹的另外一間房間 然後所以基本上這兩間房間是互通的 這兩間房間的話就是在隔壁這樣子 然後中間這邊就是我剛剛說的陽台外面 接下來這一間是24小時開放的電玩房 他們的遊戲機有任天堂、PS4跟Xbox 他這邊櫃檯有免費的遊戲片可以組件 然後不會限制你組幾片 或者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帶遊戲片來這邊玩 這邊也有很多的遊戲片 他們的設備都超酷的耶 直接跨進去嗎 他還可以選車子啊 我會選Golf嗎 我剛剛試玩一下他這個賽車遊戲 超好玩的 推薦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租他們這個電玩房 一個小時是200塊 然後可以有兩個人來 然後他旁邊一樣也有廁所可以使用 接下來這一間是親子安心遊戲區 他裡面就有很多小朋友玩的玩具啊 還有遊戲設備 爸爸媽媽就可以帶小朋友來這邊放電 或者是你剛好是姊妹 就是可能你們兩個朋友都有生小孩 但是你們又想要聊天 就可以把小朋友帶到這邊 然後讓他們自己在那邊玩 他遊戲區的旁邊啊 這邊還有沙發可以坐 然後也有零食跟飲料免費供應 我已經回到房間了 介紹完房型也要提到 他們嚴格的傾銷流程 每一組客人使用完畢啊 除了打掃還有酒精的消毒 還會使用臭氧肌跟紫外線加強消毒 嚴格幫大家把關環境的安全 那我們現在就在房間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晚一點要出去吃晚餐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出來旅店旁邊這邊逛逛 然後我發現這邊離城中市場超級近 如果大家有興趣逛城中市場的話 走路過來只要100公尺 城中市場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時間來大部分的店好像都已經關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白天的時候來這邊逛逛 我們現在要走路去金站吃飯 今天帶大家走的景點呢 也都是在路徑行旅附近而已 所以大家如果有朋友來台北 或者是可能你們今天不想要走太遠 想要在台北這邊玩一下的話 也可以參考我今天的行程 然後我們從路徑行旅走到金站這邊 大概十、十五分鐘嗎 反正就是我們兩個 好像都蠻愛走路的是不是 對 所以就是從那邊走過來 我們也覺得不會太遠 結果我們晚餐來自這一家Solo Line 再來呢我是點兩百分的牛牛骨花 我們的醋飯 看起來好久 嗯 這是 烤骨蜜好好吃喔 沒有 吃肉就是要好吃 哈嘍大家 我們已經到房間了 結果我們剛吃完燒肉之後 又跑去金站的樓上看電影 現在整個人超累 超級想睡覺 那今天就先這樣 明天早上再跟大家分享 住過一個晚上的心得 晚安 大家好 我已經check out了 然後大家應該會覺得我很奇怪 為什麼我現在人突然在海邊 其實check out之後我就是跟老公會合 然後我們就想說來宜蘭這邊逛逛 因為疫情的關係也很久沒有到海邊了 我就覺得很想來海邊走走這樣 你們看超級無敵漂亮的 然後這邊是龜山島 然後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住過一個晚上的心得 基本上我跟冬瓜都睡得超級好 我們兩個是一覺到天明這樣子 整個晚上也都沒有被吵到 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太累啦 但是因為我自己是算住在外面會蠻潛眠的人 但是半夜我就是完全都沒有醒來 唯一一個小小的問題可能就是 床比較晃嗎 就是冬瓜 起來尿尿上床的時候 就是我會感覺到喔 就是床有在晃的感覺 除此之外 我覺得它的枕頭跟棉被都還蠻好睡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覺得我這一次走的行程就是 帶大家看看北車附近的古蹟 因為其實真的北車附近很多古蹟耶 那大家如果在台北不知道去哪邊 或是如果有朋友來台北的話 都可以參考我這支影片的行程 OK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一個喜歡 然後再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追蹤我的IG 下方的資訊欄有IG的連結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然後它是舊台北斧監獄的主題 是這樣嗎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嗯 的 的什麼